Hello 大家好 這次的影片想說給大家聽 Pokemon劍盾的網絡對戰是有一個獎勵的 有什麼獎勵呢?我給大家看看 這裡開始會教你如何加入這個網絡對戰 這些大家都應該熟悉我就不特別講了 下面就開始講一些基本規則 六隻所有不同精靈組成的隊伍 六隻要持有不同道具 第三個就是不可以使用特別的精靈 什麼叫特別呢?可能就是幻獸 即是神獸 然後就是超極巨 超極巨是在網上玩不到的 對 第一個就是單打 在六隻的情況下選出三隻進行一打一的對戰 第二個就是六隻的情況下帶出四隻 然後進行二打二 這個就是階級表 階級表 如果你一開始的話你就會是普通一個圓形 一至三級就是這個普通圓形 四至六級就是精靈球 七至九就是超級球 十就是高級球 最高就已經是大師球 就是最高 就是最高 沒有其他 但是就不清楚可以上到如果是大師球第一的話 獎勵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暫時看不到 好,現在就下去看看大家最緊張的就是報酬方面 好,報酬方面 11月和12月的季度的獎勵 報酬是什麼呢? 大師球的級別的話 就有三個金色王冠 金色王冠 第二項就是600BP 對 600BP我覺得比三個金色王冠 真的很難賺 所以強烈建議 如果你是打開對戰的話 單打和雙打都應該要上到這個位 都要上到大師級 因為600BP 如果兩個都是大師 我想就是1200BP 1200BP其實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做到很多東西 又可以換性價 又可以買到很多不同的道具 讓你放回不同的精靈 不用你轉來轉去 這道具 不錯的 好,高級球 高級球就是一個金官 接著是300BP 300BP 已經減了一半BP 如果你是高級球 有興趣想大師球的話 真的要用力一點 因為只剩二十多天的時間 好,超級球 超級球 以上其實都不用看 因為以上這四個都是一些... 第一個銀官 第一個銀官 然後騎那三個都是可以買到的 特性... 膠狼 還有兩個博和 沒什麼特別 這三個沒什麼特別 最重要都是BP BP很重要 但只有100 已經相差200了 200了 非常之多 其實... 在這個超級球的級別 都不算太厲害 所以要升到高級應該都輕鬆 只差大師 大師可能前幾... 前幾場... 即是最後可能那幾場 就開始有點難打 好啦 現在普通球和精靈球 有什麼分 有什麼特別呢 有一個50BP 還有一個特性膠狼 還有兩個博和 好 真的...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賺BP的話 這個網上對戰絕對是你的選擇 還有如果真的想上大師的話 就...訓練多一點 即是打多一點 盡量學會不同的打法 還有... 學會不同的對應方法 因為有很多麻煩寵 很多麻煩寵 要對應一下 當Season完結之後呢 你就去到這個陣物那裡 陣物那裡領取你的... 領取你的獎品 這個好像是在... 好像在遊戲中的神秘禮物那裡拿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 如果沒有記錯好像是這樣的 不過我都不肯定 不肯定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 對了 大家記得充分 還有真的如果想要訓練的話 可以... 晚上的時候 晚上可能10點多鐘 我開直播的時候 可能進到來 你說... 想問一下隊伍有什麼特別要... 想看我如何評價你的隊伍 或者再訓練 再試打一場的話都可以的 希望大家可以上到大師級級別 OK?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 幫我按訂閱 未來有更多Pokemon劍盾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